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 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 由于近百年的传统 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 而又相处非常融洽 正如我以上所述的陈诗 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 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 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 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熊压利的大贵族的府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 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鬼族、高级商力、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 在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五彩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 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 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地里 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 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 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 最外面一层住着五彩阶级 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 彼此交往 比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踩车游行时 十万人会热情地像坐在华丽的 骂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彩三次 在维也纳 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 让位给色彩和音乐 如宗教旅行 基督圣体节 军事简阅 皇家音乐节等 无不都是如此 纵使出病 也是热热闹闹 任何一个讲究理俗的维也纳人 都追求壮观的葬礼 豪华的排场 和众多的送葬人 甚至可以说 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 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 正是在这种对一切深色和节日气愤的爱好之中 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 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应形式 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 在乐趣之中 维也纳全程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 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 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 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 和刚毅的邻邦 德意志帝国相比 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 经济落后 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 不过这种对意识的过分重视 倒是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的 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 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 我们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赏力 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鉴赏力 反过来又使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 达到超群的水平 艺术家总是在他备受尊重的地方 感到最舒畅和最受鼓舞 艺术总是在他成为一件全民族 生活大势的地方 达到他的顶峰 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洛伦萨和罗马 吸引了大批画家 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巨匠一样 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自己必须在全体市民面前 与别的画家进行竞争 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 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 也都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 在维也纳歌剧院 在城堡歌剧院 容不得一点疏忽 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 一旦进入合唱声部的时间 不合拍或者音符缩短都会受到指责 而且这种监督不仅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们 而是来自每天每日的全体观众 你是风雨化作风雨 店员